我們今天就要去Service Ontario 政府部門Service Ontario 有發牌在這裡 這裡是豐明層的一個分部 可以申請Health Card 我今天就帶我家人來申請Health Card 稍後再告訴大家申請的過程是怎樣 今天這個建築好像有點歷史 Service Ontario 在加拿大有很多政府服務部門 幫我們犯你有需要的醫療卡 或者工作卡 稅號 這些地方都可以做申請 每個省政府有自己負責跟進的部門 安省就是Service Ontario 這裡就是Service Ontario的一個百姓處 今天都很大風的天氣 就不想要這麼失眠了 這裡可以辦公卡的Health Card 現在安省政府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取消了等候期的東西 就是說你今天辦公卡 就可以立刻有這個Cover 立刻生效 在這裡如果要辦你這個Health Card 就不需要三樣支援的文件 第一樣就是要證明你在安省居住 譬如你剛搬過來有一些中約 又或者你有銀行的Bank Statement 又或者你有一些其他的電話單 或者是水電戶單 證明你是居住在這裡 很重要的 第二樣就是你的身份 或者是工作簽證身份 因為工作簽證 你是需要在安省居住 6個月才可以收集 如果是新移民 就可以清潔看你的身份 另外就是你的ID 你認證你身份的問題 就是護照、護照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辦理Health Card 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剛才看到裡面 都很限量 因為可能是檢情 我們都不介入 一定要先預約 預約了有你的時間 你才可以辦理 我們其實就是前進 謝謝你 如果大家對於申請Health Card 或者是加拿大的一些 資訊有任何問題 記得follow我們 關注我們 或者跟我們訪問 去資訊也可以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關於移民、升學 或者生活的資訊 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我們有成國際的 Facebook和YouTube頻道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拜拜